震惊世界的主持人枪击案 一共有59人死亡 489人受伤 警方还发现凶险有精神病的前科 甚至有同党的协助 因此本周的热门新闻评论节目 明目张胆 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谈谈 如何来进枪 恐怖的自动步枪连发声 吓坏音乐节上所有来宾 更让看影片的观众心惊胆颤 巨大杀伤力的武器 如何流出世面 大规模枪击案为何发生在堵城 就看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帮观众找原因 大家想想看 连警察的枪都是半自动武器 而不是可以连发的自动武器 为什么一般民众 可以在网上用合法的手段 买一些零件 就把枪改成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武器 这是我目前没有办法了解 当然内华达州 可能有内华达州的法律 但是加州是肯定不行的 而深入分析枪击案 枪手帕多克是不是一人犯案 为什么枪击案又是川普的错 甚至是涌枪或进枪 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也要点出问题核心 国会这么多年来 关于这个涌枪与进枪的辩论的时候 都过不了一个最重要的坎 那么就是如果要把这个 宪法第二修正案给废掉或者修改 一定要全民投票 全民投票三分之二支持 才能通过这个修改宪法 帮助在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 学习安全自保 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 10月6日周五晚间9点半 东森美洲电视脸书官网首播 晚间11点25分 新闻台播出 敬请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会宽用至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